大家好,我是CPMA首席认证讲师及考官,我叫Amy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CPMA专业考试要点之一,剪死皮 那么我们握死皮剪的方法呢,是手心朝上 那么在剪死皮的过程中呢,我们握死皮剪的时候一定要有支撑点 我们剪死皮的时候,死皮剪的口不用开太大 开一个小口就可以了 我们剪的时候呢,不要拉扯,不要往上挑 那么一直往自己的里边靠就可以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请加入我们CPMA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哦 我们下次再见 这款美甲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一款时装哦 满满的春意浮现在纱裙上 快来看看Amy要怎么演绎它们吧 用光料笔沾取黄色冰晶胶薄薄的涂上一层 找灯 再刷上一层 找灯 用小笔沾取墨绿色角胶画出细线,作为花朵的叶镜 接着刷出叶子 从前端下后端拉出相同的叶镜 同样也是要刷出叶子哦 找灯 重复上色 找灯 为假面刷上一层薄薄的乳白色角胶 找灯 将少量的黄色雕花架放置在叶镜的顶端 用雕花笔将它调整成中间空的半圆形 找灯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雕出另外一边的花瓣 找灯 雕出更外层的花瓣 注意花瓣一定要保持阔弧形 而且每雕出一片就要照干一次哦 用同样的方法雕出一样的花朵 用同样的方法雕出一样的花朵 调好所有花朵之后 为花朵以外的假面刷上方层 找灯 接着用小笔粘取方层 仔细地涂抹在花朵上 找干后就完成咯 粉嫩的颜色最适合这个季节了 喜欢这款没加的你快动手做做看吧 我们等着你叫作业哦